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跟我们谈谈另外一个焦点消息 那就是中国外长王毅 就在韩朝首脑峰会结束后 不久他访问了平壤 并且见到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到底王毅此行 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北京方面是如何评论的呢 在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缓和的背景下 朝鲜与中方互动频繁 那么今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会见了来访的中国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长王毅 昨天王毅会见了朝鲜外相李永浩 中国官媒新华社发布的消息说 王毅对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领导人的成功会晤 并且达成了这个板门店的宣言 表示了祝贺 王毅还表示 此行的目的是把上次习近平商定的事情办好按时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王毅有可能讨论习近平访问朝鲜的计划 王毅说呢 支持朝鲜将战略中心转向经济建设 支持在乌合化进程中解决朝鲜自身的安全关切 那么金正恩在会谈中呢 在会晤中啊 强调了这个朝中两国的传统友谊 金正恩重申了他的去核承诺 表示实现半岛乌合化是朝方坚定的立场 那么前不久呢 金正恩首都秘密访华会见习近平 而习近平呢 也欣然接受回访朝鲜 那么中共中央这个联络部部长宋超 带领中国艺术团有权访问朝鲜 受到朝鲜高规格的接待 那么3月下旬 中国旅行团在朝鲜遭遇车祸 金正恩呢 予以最高的礼遇 那么金正恩即将与美国总统川普见面 中国呢 多次派高级官员去访问朝鲜 那么有分析就认为 中国希望在朝鲜半岛事务上 占有一席之地 一文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叶斌 在北京我们所做的报道